我的弊案 没有变动权利经 让事故的损失 可不可以在一个月之内去调查 把炮口对准前朝柯文哲 民进党北市议员严若芳 指引南港转运站和北市柯一样 由星光仁寿得标疑似 见价出售 甚至建设进度还摆烂 契约想说五年内要开始营运 还不是只有盖好 结果我在五月四号看到 他连一半的高度都还没做好 绿营议员批评 南港转运站受惠于转运站 是享荣机五百六十趴大楼 但车站比例只占整栋大楼的 百分之八点一二 其余作为商办 但比例远低于当年争议重重的 三创停车场的四十五趴 换算一瓶租金只要一千五百元 痛批建筑市场 而算算包含雨果市场 南港转运站 柯文哲任内已经到了第五案 全天下哪有那么多弊案 拜托 柯文哲市长卸任后的轻描淡写 相较于当上任时 对财团态度可是差很大 关系有时候看一下就说 用刀叉在吃人肉 只可2.0的翻版 柯文哲当市长 也在做跟马英九 郝龙斌一样的事 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看到特定厂商就无限幻想 抓柯维拉柯文哲来救援 尽管民众党痛批蓝绿 总找柯维拉 但柯文哲与行光人寿关系 不只被揪出南港转运站 北市科招商案疑似图利 当初底下订定帮忙背书的 还是当初北市地震局长 现任新竹市府秘书长张志祥 地震局自己有平均地价的资料 你有没有比过合不合理 你如果现在说合理 你现在以后就要为这个背书 柯文哲总说公开透明 可受公平 撇清与新手关系 但随着议员翻出种种资料 柯文哲信誓旦旦 难免让人打上问号